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担保法的最后一个问题 定金与定金 这块内容之所以放在《银行法》这章来讲 主要是为了与前面已经介绍的 银行担保业务的四种担保方式保持连贯性 我们来看这两个定金 这两个定金一样吗 这两个定金发音相同 很容易混淆 很多人把它混为一谈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读音一样 法律意义相去甚远 有一次我给企业家班上课 有个企业家下课之后跟我说 周老师 我上个月因为这两个定金没搞清楚 被人家讹走了50万 可见这两个定金没搞清楚 有时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我们来看第一个定金 这是决定的定 这个定金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 定金属于担保的一种形式 所谓定金是当事人一方为了证明合同的成立和保证旅行 先行给付对方一定数额的货币 担保法第89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 债务人履行债务之后 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第90条规定 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 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 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关于定金的数额 有当事人约定 担保法规定定金不得超过组合同标的额的20% 可见法律规定定金具有一个著名的惩罚性的一个规则 我们把它叫定金法则 即交付定金一方不履行合同 定金就被没收 收受定金一方不履行合同 那就要双倍返还 而后面那个定金 言字旁的定 实际上是预定金的作用 实际上定金 押金 留置金 担保金 保证金 订阅金 等等这些全都不具有担保反上的定金的作用 举个例子 一个老总去买车 他就喜欢一款某品牌的汽车 价格81万 但是4S店的销售员告诉他 徐总啊 你要的这款车啊 我们4S店暂时没有 如果你确定要 您先付个定金 我们就帮您去调货 那徐总很爽快 直接刷卡付了10万定金 一个多月之后 4S店电话打来了 徐总啊 你要那款车啊 我们给您调过来了 您有空来提一下车 不过呢 徐总 有个事情要跟你讲清楚 这个车啊 现在由于关税调整 全国统一价是91万 您到时候 除了当初付的10万定金之外呢 还要再付81万 这下 徐总不高兴了 他要不要再付81万呢 徐总到底 还需要付多少钱呢 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问我了 当初徐总付的定金 到底写的是哪个定 对了 这个案子里 徐总写的是哪一个定金 法律后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当初他写的 定金协议是决定的定 这个定金 那么现在 他只要再付71万就够了 如果4S店不愿意交付 那么根据 淡宝法这个定金的规则 4S店要双倍返还 如果徐总当初写的定金 是预定的定 这个定金 那么 除了付定金 刷卡能10万之外呢 他还要再掏81万 可见相差一个字 相差10万块钱 同样的 我们买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 你是买方付定金 30万 最后房子不要了 定金你就拿不回来了 你是卖方 人家收人家定金 30万 最后你说不卖了 你要双倍还给人家 打60万给人家 好 五种担保方式 我们全部介绍完毕 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如果几种担保方式并层 也就是说 当出现担保物权的净合 他们清传的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同生公司 以一套价值100万的设备 做抵押 向甲借款10万 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同生公司又向乙借款80万 以这套设备做抵押 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同生公司欠丙 获款20万 把这套设备出置给了丙 丙不小心损坏了 把这个设备送给丁修理 所以欠了丁 5万元修理费 这个设备呢 就被丁留置了 请问这个案件里面 甲乙丙丁 被这套设备 享有的担保物权 清传顺序是怎样的 误权法第239条规定 同一动产上 以设抵押权或治权 该动产又被留置的 留置权人优先收藏 由此可见 这个案件里面 丁相应的留置权 最先得到收藏 最高法院 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解释 第79条第一款规定 同一财产 法定登记的抵押权 与治权并存实 抵押权人 优先于治权人受藏 可见 这个案件里面 以登记的抵押权 优先于丙 想有的治权受藏 丙想有的治权 又优先于甲 想有的未登记的抵押权受藏 所以 在本案中 甲乙丙丁 对这套设备 相有的担保物权的 清传顺序是 丁留置权人 以登记的抵押权人 丙质押权人 甲未登记的抵押权人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